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没有走过的什么一份艰难 而这份艰难对更多的朋友来讲 特别是还尚存善念的朋友 尚存善念我是指尚存 人正常有的那一份人性与自我的尊严 不是一个我们通常说的人的利益上 而是人的尊严 真正与神同在的尊严 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故事 我在这一年当中 在这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经历这种 谈上天翻地覆 我觉得还谈不敢说叫天翻地覆 但是说呢 确实是在证实着 每一个人自己生命定位的过程 这是让我非常感触的 那在我个人的节目当中 朋友们追随我个人的节目 给予我个人的 就是能够使得我们节目 能够延续下去 大家所给予的那一份力量 令我非常的难以言表 我只能说难以言表 凡事有三 凡事有三 所以我说2022年 我们能够平安地走过 我们一起平安地走过2022年 可能是我们生命中 一个巨大的荣誉 生命中巨大的一个荣誉 这份荣誉是 与我们个人对生命的 基础的认知相关 从2019 12月31号 李文亮就是今年 2020 2021 那走到了今天 这是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12月31号 今天是星期五 所以今天是一年当中的最后一天 一个月当中的最后一天 一个星期当中的最后一天 星期月年 你同样可以把它作为三的证明和概数 所以这是一个大日子 一个大的结束的日子 那迎来了2022 迎来了2022的意思 是指2022 2020 2021 2022 在经历着大疫情 走入了最后一年 这是结束的一年 在非典 在SARS 3 SARS概念当中 从北京的SARS 1.0 它是2002 11月份出现 它宣布结束的时间是2004 它宣布结束 它爆发的时间是2003 那到了武汉 2019年出现 到2020 2021 2022 所以这是SARS 2.0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我相信不久人们会把它 说我们现在正将要面临的 2022年将要面临的 应该是SARS 3.0 所以在疫情的本身上 它同样要走三下 我个人觉得要走三下 所以应该是个结束的 SARS 1.0出现在北京 SARS 2.0出现在武汉 SARS 3.0真的可能出现在西安 在中国的环境当中 我个人觉得也非常匹配 西安现在根本解不开这扣 它解不开这扣 你会看到越积越紧 它 它们之间有相互连带的关系 有着历史上的定位 有着历史上的定位 那北京最先出现 我相信所有朋友应该是没有什么可质疑的 那武汉出现在SARS 2.0 持续的时间最长 那原因就是说 跟武汉在真正迫害信仰者身上是相关的 出现在西安 西安是中国的古土 是中国圣唐时期的真正 就是中国的最原始 那里面包括福西山 包括中南山 包括这个女娲庙 对吧 包括我们看到与中国传统修行文化 所有相关 那老子出关也都是那个地方 而习近平自己的家乡 毛泽东跑到陕 跑到陕西 延安 那一条土龙躲在那里 是完全这都是 有朋友说 涛哥 你说枪手死在枪上 原来老这么说 现在很少 我现在说这圈儿化圆了 枪手死在枪下呢 那个话呢 是在当初 有一本书叫做火狐 讲述了刺杀戴高乐当时的故事 火狐这本书最后 写那句话 他在就是封面的夜底 面底上 枪手死在枪下 一切都是有了断 一切都是以循环的方式 人们在往前流动的 实践的过程 所以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能够突破这种时间的概念 那三的定数呢 是蛮绝对的 对吧 那你即使在SARS2.0里面 有从武汉出来的病毒 有从今天 印度的病毒 然后印度变种 然后出现 我把它叫 就叫习变种 它本来是习变种 只不过是WHO没用这个名字 对不对 它本来就叫习 XI 在希腊字母中就是这样 而希腊文 圣经的新 就是新约的部分 都是用希腊文写 所以这些呢 就是历史的过程 因为 只有通过时间延续的过程 它告诉人们最真实的故事 所以在我眼睛里 2022 让我们共同平安的走过 我不用去奢望任何东西 我们平安的能够走过来 就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伟大 真的 个人生命的伟大 大家会看到 我以为 我还是坚持认为 大家会看到 最早比较残酷的场面 是在欧美地区 是在欧美地区 我们看到 你看到的都是 摩西文化 神被称为神的文化 影响了地区 那这是我们看到 严重地区 那被佛教 佛教力影响地区 疫情目前很少 被道教影响地区 目前影响也好 也非常少 那最终落在 最终这件事情上 在西方出现 我以为在西方出现麻烦之后不久 将在中国出现灭绝式的东西 退党 退团 退队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像我说 现在的疫情影响在 摩西文化的地方 你把它叫做一种意识形态 就可以 那如果在 它在顺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们走到看到了今天的故事的说 那同样在意识形态背景之下 摧毁今天的中共的一切 退党 退团 退队 对中国人 是你唯一的生物 你唯一的机会 否则你将被灭绝 被灭掉 那东西可能真的是从西安出来 我眼睛里什么都改变不了 什么都 这是天一 这是天下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 我们现在看到 大家现在看到 这是悉尼 其实最早出现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的是 最早出现的是在 是在 是这个 这是在新西兰 应该是在新西兰的奥克兰 而 奥克兰 你看不到任何烟火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任何烟火 这是让我非常惊叹 他走了一个桥 他用了桥的灯光 在新西兰呢 在新西兰呢 最东边 人类生活最东边的城市应该叫基督城 对吧 他是就这么讲 所以当而烟火 放光化 那是人间一种欢庆的概念 我们看这是民间在放 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真正在 他的桥梁上放 没有 让我感触在哪儿 就是说人类在迎接新年的时候 人间没有烟火 人间没有烟火 这是件很惨痛的事 很惨痛的事 人间没有烟火 那是什么 人死绝了 真的不好 这是 所以我当时 今天早上六点钟 我看到这故事 说当时给我的感触 真的是给我就是这样的感触 人间无烟火 在那种古代的战场的军旅当中 去查炉灶和看烟火 来判断这个军队的力量 所以在新西兰奥克兰 表现出人间无烟火 那有那么短短的一点点 那是很散戮 预示着2022年 人类社会将 而不是 可不是说人类灭绝了 没有 没有 我刚才解释了 退党 退团 退队 在西方社会 极左思潮的人 极左思潮的人 与共产党 与共中共 有着等同意识形态 跟价值观的人 他们是首当其出的 所以这个花不是官方的烟花 意思就是民间的环境当中 人们会有好人留下来 让我们共同走过 这2022平安的走过 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誉